研究动机 在一些饭店和餐厅中常可以看到无人弹奏的自动演奏钢琴,其制作成本极高。 许多的家庭都拥有钢琴,若是能够在现有的钢琴上透过简单的安装,达到自动演奏的功能,将会大大增加钢琴存在的价值。 运作方法 我们将研究分类成五个单元,分别为手机APP程式单元、微控制板单元、数位控制单元、驱动电路单元、踏板电路单元、各自验证及设计,来确保关键电路和程式得以顺利执行。 我们运用MIT App Inventor制作了一个手机APP,让手机可以和微控制板的蓝牙连线,负责传送控制讯号。 我们使用的微控制板位,ESP32,是一种类似Arduino模组使用C语言。 为了方便处理曲目的资料,我们创造了一种资料形态,我们称之为动作码。 在程式上,我们使用了蓝牙、中断、阵列、PWM。 那为什么要使用中断、阵列、PWM呢? 使用中断的原因是在播放乐曲时,节拍非常重要。 于是我们使用了ESP32内部的硬体计时器进行中断来确保节拍的正确。 使用PWM是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控制按键的力道大小。 使用阵列是因为在存取乐曲的按键位置时,使用阵列的话就能够储存大量的动作码。 那什么是动作码呢? 动作码是我们创造的一种资料形态,将力道大小,按键位置,是否踩踏板这些资讯整合在一串变数里,方便进行储存。 ESP32需要传送指令给电磁阀的驱动电路,但是ESP32并没有足够的接角给予驱动电路。 于是,我们使用串入并出的方式将动作码里的指令传至每一个电磁阀的驱动电路,即可达成一只接角控制总数88组驱动电路。 驱动电路单元是负责驱动电磁阀的电路,电磁阀是意由电磁铁和中间的推杆组成的。 脚踏板设计是用来让钢琴能够弹出更丰富的音色。 而我们希望,ESP32只要给出,开的时候踩下踏板,low的时候放开踏板。 马达的运转交给电路板来控制,预计执行方式如下。 先透过手机程式传给微控制板,再经由数位控制单的串入并出功能,同时驱动电路单元和踏板电路,达到弹奏的效果。 刚刚聆听的音乐就是我们钢琴演奏机实际弹奏出来的。 接下来我们以影片示范一次。 记得订阅读点读点赞! 订阅读点读点赞! 接下来我们以后再给订阅读点赞! 继续点赞!